嗨大家好,我是Elene 回来了本期的美洲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针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Tespa Model 3 Performance 在上周正是全球首发这次新车 带来了469hz的强劲动力 让到它零百加速 只需要3.1秒即可完成 最远续航达到了528公里 这次新车大脑同步上市 本地开价242,000起 原厂在Model 3 Performance的外观 内需性能 刹车及驾驶表现上 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 例如在外观上 这款车其实还沿用了 普通版本的设计风格 不过原厂又为它换上 更具有侵略性的套件 像是前保险杠有更多层次的设计 并且左右两边还多了通风口 20寸黑色锻造轮圈 和高性能的刹车卡钳 另外在车尾 它就有新的后扰流器 及碳纤维尾E 不仅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动感 同时相比旧款车型 也为它带来更低的风阻击 减少了36%的胜利 让车子可以稳稳的跑在路上 性能版内饰依旧沿用了 普通版的极简设计风格 整个内饰取消了 怀挡及方向灯拔杆 车内大部分的功能 都要通过15.4寸的 中控屏幕主机进行控制 不过作为性能版 这款车的内饰 就有着Carbon Fiber 及Akantara的点缀 加上专属的运动座椅 还是为车内增加了 不少的战斗气息 Tesla Model 3 Performance 是采用Tesla第四代的电机驱动 前后双电机布局层的四轮驱动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为460HF 让到这款车0百加速 只需要3.1秒即可完成 急速可达262公里每小时 另外原厂也为这款车升级了 Tesla的自适应阻尼悬吊 可为车子带来更加出色的操控表现 而这款车的WLTP测试标准 最远续航可达到528公里 资源最高250kW DC快充 最快能在15分钟冲入282公里的续航电量 最后和之前的新款Model 3一样 这次性能版大马依然是新车首发的市场之一 新车本地开价马币242,000起 并且根据官网释出的信息 新车将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交付到顾客的手上 第二则新闻也是关于Tesla Tesla Malaysia Model 3和Model Y 全车系降价8,000令吉 Model 3新车售价只需要马币181,000起 至于Model Y新车价从马币19万1,000起 不知道这一波涨价能不能吸引各位老板买辆Tesla呢 根据目前Tesla Malaysia官网最新的售价 这次除了刚刚提到的Model 3 Performance之外 Model 3和Model Y全车系都有降价哦 Tesla Model 3 Real Wheel Drive价格从马币18万1,000起 而Model 3 Long Range则是马币21万起 Tesla Model Y Real Wheel Drive马币19万1,000起 而Long Range则是马币23万8,000起 最后是Performance版本的 也就是马币28万起 简单的和大家回顾一下 Model 3在本地分为了两种引擎和动力选项 分别是后驱标准续航版 0百加速6.1秒 最远续航513公里 以及四驱长续航版 0百加速4.4秒 最远续航629公里 至于Model Y则是有三种引擎和动力选项 分别是后驱标准续航版 0百加速6.9秒 最远续航430公里 双电机四驱长续航版 0百加速5秒 最远续航533公里 以及双电机四驱性能版 0百加速3.7秒 最远续航514公里 最后这次TESLA新车站 马来西亚降价 也预示着多了一个品牌 加入价格战 不知道这一波降价 会不会吸引你选购一辆TESLA呢 第三则新闻 Master EZ6现身 2024北京车展 拥有纯电和真城市可选 未来可能会进军台外市场哦 在北京车展上 马自达发布了和长安汽车 合作开发的Mazda EZ6 根据长安马自达公布的消息 代号为J90A的EZ6 是长安和马自达合作打造的 这款四门轿车的长宽高 车身尺碼为4921mm 1890mm 1485mm 基本上属于是D-Segment车款 它采用了长安的新平台打造 并且新车也会有纯电动版本 和REV增程式混动两种选项 这次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部分 还融合了马自达一贯的美型设计 新车一样采用了Coupé型设计 但是在车头有着明显的 马自达混动风格 加上巨大的中网即可发光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有辨识度 但是在尾灯的部分 则是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 再加上它这个天使眼的组合 这样的设计看起来确实很帅哦 另外在内市 它就维持了马自达一贯的高质感 并且它用上了14.6寸的中控屏幕主机 而且里面内置了Step Dragon 8155车载芯片 可以实现很多智能化的功能 另外它还有64色氛围灯 14具喇叭的Sony高级音响及超大的全景天窗 整体看上去确实很吸引人哦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就暂时还未公布 不过目前已知新车将又有 纯电及增程式混合动力两种选项 而动力配置很有可能是来自于长安的出品 毕竟马自达的SKY ADVX核具虽然在国际市场广受好评 但是中国市场不买单 所以导致其在中国的销量节节下滑 因此这次采用了长安的动力系统及平台 不仅能够帮助原厂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 甚至还可以让马自达在中国市场无缝衔接 那目前新车警提供中国市场 不过据说马自达正在和长安洽谈将车型投放在海外市场 相信未来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这个Mazda 6的接班人 不知道你会给这款车几分呢 最后一则新闻 随着City Hatchback小改款早前在泰国正式发布 上个星期Honda马来社也正式在我国开放议定小改款车型 小改款的外观设计将变得更加帅气 这次Honda这款车的保险杠设计进行了优化 它的SOLID VIN杜格式条尺寸缩小了 同时它的水箱护罩的造型也有所不同 原厂为它换上了和CVIC类似的蜂窝式造型 而车侧的设计也和现款的车型大体一致 另外在车尾它的标志性3D LED尾灯还有在 银杆的设计和现款稍有不同 来到内饰部分 这款车整体的设计还是和之前一样 不过新车用上了全黑的内装设计 而且原厂为小改款车型放下了不少新的配备 像是仪表盘换上了4.2寸TFT彩色屏幕 小改款之前为黑白 而在RS车型上预计会有7寸的半数位画仪表 另外它的中控屏幕主机虽然维持着8寸 可是清晰度比起小改款之前会更好 同时新车在国外也新增了无线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的功能 更为方便你连接手机使用哦 在动力配置的部分 这款车就和小改款之前保持了一致 根据官方释出的EHEV RS车型 将会使用1.5升iMMD混合动力系统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107hp 峰值扭力表现253Nm的出色动力输出 另外一季1.5升iVTEC自然近期引擎的配置也会获得保留 而这具引擎将拥有119hp 145Nm的动力输出 那在顶配的EHEV RS车型的 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将会新增低速跟随 也就是资源Stop&Go的SEC 而这一次原厂把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升级为全系标配 另外也会加入新的前车实力功能 最后原厂预计小改款车型将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期间发布 而新车现在已经可以在全马Honda的经销商开始预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订车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三个零内容啦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